大家好 歡迎回到《一軍公開密》 都很久沒有和陳博士一起做節目了 所以今天我們就在這個SpaceX 即是它發射這個Starship的情況之下 我們又跟大家和陳博士一起聊聊天 當然在開始之前大家記得幫忙給like 以及subscribe 包括君武老虎和霍珊之兩個頻道 我們和陳博士聊聊天 陳博士 你好 大家好 Larry 好 陳博士 我們說起今次SpaceX 它發射這個Starship 我們也萬眾期待 今次的試射 今次的試射 當然有些地方 我們看完之後 也有些不劃 有些不太理解的情況發生了什麼事 可不可以和我們也說一下 今次分開第一個就是那個Booster 第一樣就好像去了哪裡呢 那個Booster 什麼事 另一個也是Starship分離之後 重返第二層的時候 究竟它在降落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情況出現了呢 還有 最後我們就會再分析 那個階段上現在的進度是怎樣呢 陳博士 你先跟我們說一下 就是那個Booster 和分離之後的Starship 那個形態 這次你觀察到什麼值得討論的地方呢 你自己有沒有看直播呢? 你的直播呢? 你那個直播我看到還沒有升 哦 因為不止 如果廣東話的人 就只有我一個直播了應該 那英文就很熱鬧了 很多直播可以看 那只是除了SpaceX自己有直播 然後連那個美國太空總署NSF那邊 也有他們的直播 還有他們還有專家坐在那裡分析 那我自己就在我的直播片 基本上我就stream了那個SpaceX那些片過來 那因為有一些的那些鏡頭 就真的是獨家地 是由SpaceX放在自己的飛行器上面那裡 就獨家拍到那個角度 就是由那個角度就拍到下來 那或者你有沒有看回過程裡面呢 你有沒有一些印象覺得呢 這次是第三次試射了 最後都有東西爆了的 但是你覺得比起第二次來講 你覺得有沒有東西厲害了呢? 首先你整件事都smooth的 就是你整個過程 你不可以說它有什麼環節出錯 那所以整體呢 我覺得in general 好像每一個step都好像挺好 那當然你整件事還沒有去到 就是最理想的狀態 但是其實根本那個 這次飛行測試的設計呢 都不是說是一次一踢過成功了 就是包括你那個booster上去 跟著booster下來 然後那個space ship 出了大氣塵 跟著又回歸 現在完全整支東西倒下來 那沒有人是expect的 那所以你說階段上 我覺得現在都ok的 那反而就是呢 有一些我們不太看到的細節 就是說它是不是整個東西 突然飛到空中 都還沒去到預定的高度 就爆了 那這些就沒有了 真的是 是啊 那比以前的呢 我覺得階段上的進步了很多 其實是的 回想回到去年的4月 我們剛剛一起合作去Crossover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說了第一次試射 那時候第一次試射 四分鐘看完 整支東西升了上去 連分離都還沒有分 接著就4分33秒 你看到下面那些火箭都射得不齊 接著就爆了 當時地面的人還是拍手 就覺得第一次升得起就算了 到第二次就很針對地克服那個 那些火箭是否射得不齊的問題 第二次基本上已經搞定了 我記得第二次的時候我就正式開始做直播 一直看著很興奮 一直看著8分多鐘 看到它成功分離 但是分離不久之後 下面的那支推進的booster 它就很快就爆了 上面那支東西都繼續去 但是其實隔多一分兩分鐘之後 就也沒有消息 所以第二次它就是沒有完成整個旅程 那也就是說只是成功分離了 還有解決了去下面 booster那裡那三十三支火箭有些著不齊的情況 都叫做解決了 那第三次其實是精彩很多的 我連直播都長了很多 那當然啦 首先就是它給原定時間 延遲了一個多鐘才升 但是實際上它整個遊戲飛之後 到最後看了最後那一刻 那個Starship 它墜下來然後失了聯絡 中間那一刻都搞了一個小時的 就是整個飛行旅程的一個多鐘 它是完成了的 那只不過我發覺就是在一個回收環節那裡 無論是一個推進的那支booster 還是在那個Starship去重返 你要回收那一刻 就都不成功 所以你說如果呢 我會這樣去比較的 如果和很以往那些這樣的太空任務去比呢 你去試射一支火箭 以前那些不追求可回收的嘛 射了上去 入到軌道 接著擺到一些東西 就是上去完成了那一系列任務就算了 接著回來的東西 能不能夠順利回下來 它是不在乎的嘛 因為以前根本不要求要有可回收的技術 那這次來講呢 正正就是呢 滿足了一支不可以回收的火箭的要求了 就是下面那個推進器booster 回下來的時候 沒有回到原定的目標的地方給我們回收 然後就算上面那支Starship也是 重返了回下來之後呢 也都沒有在 沒有用一個很漂亮的姿勢 在我們用我們原定想像的方式這樣搭下來 所以那些剩下的問題很多時候就出了在那個回收的問題那裡 就是說如果想做一支不能回收的火箭去完成任務 其實這次這支東西已經可以具備這個條件去執行任務 但是只不過最後那支東西不能回收的意思而已 所以剩下的問題呢 那些問題呢就是 怎樣去調控那個火箭 令它可以完成了最後回收的那部分 這個意思 所以我會覺得呢 這次那個完成度呢 又比上次那個跳躍呢 就更加多了 所以我又覺得非常厲害 還有一些就是以前從來沒想過的任務 這次就嘗試開始去試 我們呢 我想Larry你也提不少啦 有時候我們講一些 戰鬥機空中加油這樣的任務呢 接下來呢 SpaceX這個 Starship呢 是要搞火箭空中加油的 就是這件事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但是沒有做過的 但是接下來唯一可以將這件事實現的就是 這個SpaceX的 Starship 所以我覺得就是 它給出來的那個劃時代的意義就很厲害的 就是不要只是看它最後的東西掉下來爆 而是它 現在建基於在這個基礎 未來可以做一些東西呢 你更加有信心去未來 可以準備做一些更加劃時代的東西 是的 那講起那個refill呢 其實這個都是很難想像的 因為我們顛覆我們那個想法就是refill 我們通常都是說伙伴加油 是的 一個吊倉的嘛 就是將它加油落另一個吊倉 然後飛 在大氣層裡面它那個活動 那麼我們在大氣層裡面的人的生活 就很難夠理解 那用太空做這個refill呢 其實它不容易的地方在哪裏呢 那首先你是整個用火箭引擎去做 你普通那些一般的空中加油 你是要找機師拿上去 那現在它這個火箭的空中加油呢 相信就是一定是無人的了 就是完全是自動化的去做的了 也都不可以用傳統的噴射引擎技術 它一定是火箭的形式上去 而在我去做直播的時候 都有跟一些聽眾去討論過 就是你那個火箭的空中加油呢 你一定要是上去 入到軌道的速度來進行的 就是入到軌道的速度是什麼意思呢 你是要達到每秒8公里那種的速度 那麼這次呢 又是了 第三次這次的試射呢 它能夠達到的速度 是之前那兩次都達不到那麼高的 這次是去到每秒鐘 大約7.2、7.3公里了 那麼其實距離那個正式入軌的軌道呢 每秒7.9、8公里 就差得不遠了 其實它再開大多10個百分比的功率呢 就可以是將 提升多10個百分比的速度呢 基本上就是變成一個人造衛星 就不跌下來的了 那麼因為這次的任務 是不需要真正變成一個人造衛星 所以它就將它的速度 這次看得出來的 而呢 正正式式你火箭和火箭之間呢 你去做空中加油呢 就基本上一定是需要達到 這個每秒8公里這種的速度的 因為在這種速度之下呢 大家就算關掉引擎呢 都不會損失速度 它繼續是以 差不多的速度 圍繞著地球飛 它已經快到的地步 不會跌下來 如果呢 你做那個火箭空中加油呢 你又不想浪費油 你又想可以大家關掉引擎 來慢慢去加起來加的時候呢 你都不希望它一路加一路都會跌下來的嘛 因為你跌下來 你又要重新給一個燃料來 再把它提升的嘛 所以最好就首先 把它放在一個人造衛星 低軌道人造衛星軌道裡面 使它可以呢 就算大家關掉引擎 都不會怎麼跌下來的 然後很快完成的加油過程 在沒有損失任何速度的情況之下 再點著引擎 就再跳開離開的軌道 就是這樣就是一個最理想的過程 所以呢 就是這次它完全呢 就是想實現這件事情 首先 那個火箭要是迫近到 那個人造衛星軌道的速度 然後呢 就在那個速度之下呢 你就去模擬去做空中加油 實際上最好當然是有兩支 就是你實際上要這樣操作的時候呢 就是基本上 同時間有兩支火箭在地面發射 有一支呢 就最後要上去繼續執行任務的 另外那支呢 就自在 就是入到它的軌道 在那個軌道上面呢 幫你再加油 那所以這次呢 就純粹就是 在射了一支上去的時候 能夠模擬到的東西有限的 它只不過是由 自己體內的一個光針去第二個光而已 實際上 你真真正正要是做到空中加油 你是要射兩支上去 然後由你的這個光 進去它的另外一個光 這樣才是 但是在你未準備 有信心去一次射兩支的時候呢 那你首先當然是試一下做一下 就是你射了一支上去 然後試一下左手針在右手上 看看是否順利 那現在呢 這次是完成了這個步驟的 那當然距離實際上 真正意義上的空中加油 還有一個距離 但是相信接下來 就是下一兩次測試呢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 很壯觀的場面就正式出現了 那這個我覺得 其中一個很 很劃時代的一件事 以前沒有人做過 而且就是它如果能夠做的話呢 它就可以令到 一支執行任務的火箭 就是它已經消耗了很多燃料的情況之下 能夠在一個人造衛星 處身於人造衛星軌道上面 得到補充 令到它呢 就不再需要重新再克服 所有的地心吸力 就有更加多的燃料去繼續進發 那這個我就覺得是非常 就是非常壯觀的 那我想像到接下來 還有什麼可能在第二處 可以做中途燃料補給啊 就等你建立了月球基地之後 你當然也都可以再想 這個呢 我覺得都很偉大發明 因為 就是以往我們能夠想像到 就是它可能要降落它的基地 才可以做到補給了 是的 現在它只需要有一架 就是有燃料的 火箭也好 什麼都好 空中和你做個對口 就能夠將那個燃料輸送得到 其實就可以令到它無限的行程 這樣加上去的 也不至於無限的 但是你的續航力就會軟了很多 你不要忘記 普通戰機的空中加油 你都是要兩架機在空中 都要開著引擎 維持著速度 維持著高度 如果你不維持著它就掉下來 是不是 現在那個 未來做的那種火箭空中加油 太空中加油 是關掉引擎都可以的 關掉引擎 它就已經繼續保留在那個軌道上面 不上不下了 我覺得這一下就是非常聰明的做法 而且變成在那個軌道上面 也是一個非常理想 適合做太空火箭加油的一個軌道 是的 所以這個revealing 我想都是一個突破 就是想法上一個很大的突破 例如說可能將來除了火星之外 其它星際旅行 我相信陳博士 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會是的 就是有了這一步 你就可以去計劃一些更加軟的旅程 另外有些我們可以趁著現在說 其實現在是節目出門這一刻 距離的發射都沒有超過一個星期 那無論在SpaceX自己的官方媒體公佈 還是在美國那邊的那些 那些英文媒體的專家分析呢 都沒有看到很多 就是再深入地去說 就是說究竟 無論是那個booster 它重返的時候 有些什麼跡象出了問題 還有那個starship那裡 就是重返的時候有沒有一些微目 那些媒體都是有一些問題 就是準備去在下一次事實再解決呢 那暫時你還未見到很詳細的分析 但是我想呢 其實憑著我們看到有限的片段呢 其實我想我們有些故事可以說一下 就是Larry有沒有興趣說這些呢? 所以我們現在是說了它 是的 平時我們預期它整支筷子這樣下來的 是的 是的 那麼在我們那個片段 如果大家可以看回那個發射的片段呢 我們分開兩節說的 第一節就是那個呢 首先脫出來的booster 就是那個第一級推進 那麼它的原定計劃就是 它脫了之後呢 它會打幾個關斗 扔幾個彎 然後很英俊地就懂得 回到那個墨西哥灣指定的位置那裡 很英俊地整支筷子的下來的 那當然了 這裡就是它懂得自己去做一些小小的導航 去回到它原定計劃的位置 那麼在我們那個直播的時候 大家或者看回片段 你也看到 它一直看著它那個高度 就越來越少 是數到它個位數字 在它這個booster 最後沒有了信號之前呢 其實是說著已經是跌到 是來地面少於一公里 是很接近很接近地面的 一路數到就是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到一之後隔了一會 就是你知道它已經是少於一的了 然後突然之間的訊號就沒有了 那其實應該那一刻呢 就有個自衛機制啟動了 還有那時候由它那個鏡頭 是拍到下面的陸地的地方來的 那究竟那個陸地 是不是它要找的那個地方去降落呢 還是根本去了別的地方不知道呢 那現在暫時沒有這個資料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一路下降的時候 那個火箭呢 還是好像處於一個 這個不單止是左搖右擺的狀態這麼簡單 就是整支東西還好像有一個自己的旋轉 那個旋轉呢 就是你想像一下 它的旋轉是幾個方向的 就是除了整支東西是左搖右擺 還有那個筷子自己本身就好像一個螺絲批 一路在那邊轉著 幾個方向在那邊轉著 那似乎它在最後那一刻 臨要去降落 位置可能還未是找得很清楚 另外就是說它整個系統的平衡 都還未是很清楚 還有呢 我稍微瞧一瞧就是 它那個反向推進火箭 照計的有幾支是同時間開著的 不要忘記Booster下面 原本有33支火箭的 在它準備要幫它降落的時候 就不用開足33支的 中間那3支 就已經可以幫到手了 但是呢 在它最後那個直播畫面消失之前呢 你留意到是只有1支著了 33支就變成1支著了 那似乎呢 現在有幾個問題呢 我自己會懷疑的就是 它尋找那個指定降落的地點那裡 可能會有一些偏差 它找不到一個對的地方 然後它調整自己的方向那裡 也都是因為它自己的反向推進火箭那裡 有一些是沒有計劃中要怎麼著的 沒有怎麼著的 所以它根本上呢 沒有辦法確定到自己可以在一個對的位置 對的座標和對的一個擺向來去降落 所以就自毀了 就是現在似乎 我自己初步的觀察是這樣的 那 就是我記得直播的時候都有提到的就是 那個Booster的第一級推進 在它淋落到地面的時候 只有1支 33支裡面只有1支著了出來的 其他就沒有著 而且著了一下子就沒有了 然後整個信號就沒有了 那似乎在這裡重新燃點那裡又出了一些問題 那另外呢 到那支STARSHIP 它就繼續飛多了一個小時去到印度洋那個地方 那我們在這個直播的時候 也都親眼看著它 那快進入黑漿了 那為什麼我們知道呢 就有一幅圖有一個畫面很美的 我真的覺得 就是這次來講呢 就是能夠它在那個機身那裡 外面這樣拍下去 我覺得很棒 不知道Larry那裡你有沒有看到的 就是它那個STARSHIP自己 從機頭上向著自己的機尾拍 當那個STARSHIP下來 開始準備和大氣磨擦的時候 有個暗紅色的光走出來 你有沒有看到的 漂亮的 是的 那個我真是這次直播最漂亮的畫面之一 就是我那個人還預視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開始和大氣磨擦就是一個最明顯的現象 就是你看到那種暗紅暗紫色出來了 就是那個磨擦徑那個地步 就把那些空氣磨擦化了 就令它出了那個等磨子體的那些東西就在它出來 而且就是你會預期這支等磨子體 最好的 最理想的是什麼呢 就是完完全全是和黑色那一邊的機身磨擦 整個STARSHIP它很有趣的 好像一條魚一樣 只有一邊有魚鱗而已 另外那邊是光突突的 它就準備用隔熱戰那些黑色風巢狀的 那些我叫做魚鱗狀的東西 就用那個位置去和大氣磨擦 但是你發覺它一直下降的時候 它沒有很有效地可以最後控制到 只是用黑色那邊來和空氣磨擦 最理想的狀態就是 它一直下降的時候 那些暗紅色的光 完完全全就是由那個黑色那邊的面 和空氣磨擦出來 但是你看看它下降的時候 繼續是左搖右擺 它沒有辦法能夠調整到對的方向 它也都是好像一個螺絲批 你扭螺絲的螺絲批那種這樣的轉法 一直這樣轉了下去 有時候就用黑色那邊 來和空氣磨擦 產生到那些暗紅色的等離子體 有時候就轉到另外一邊 就用白色那邊來和空氣磨擦 來產生等離子體 這個圖像其實是不理想的 這個畫面 所以就後來不久 最後就是我們一直直播的時候 都預計了很快就會進入黑漲了 因為那個等離子體產生得夠多 包住了整個機身的時候 基本上那些電磁波的信號 就傳不出來了 那就進入黑漲 結果一進入黑漲之後 我們沒有辦法再看到它 重新給一個信號出來 那中間那裡出了什麼事呢? 會不會它根本完全是 那個Starship本身 是沒有辦法控制到 它那個自己的旋轉 令到它沒有辦法 完全控制到 只是由那個黑色的那個表面 去和大氣做磨擦 你要記住 黑色那邊是隔熱戰最豐富的位 suppose就是由那個位 承受最大的熱度了 你拿白色那邊的保護藥很多那邊去磨擦 那些東西就爛了 就保護不了了 那如果你看到它 整條魚都還在那裡反來反去的時候 你讓它用了那個沒有什麼保護那邊去磨擦 那自不然受的破壞就會大 那它解體的機會就會高 那所以呢 另外有個問題就是 它那個Starship那個機身 在重返那個大氣層那裡 怎樣調節好自己擺的那個方向那裡 似乎是有東西出了問題的 而不知道是不是也都因為這類東西這樣的緣故 它中間那個呢 將那個Starship的引擎 重新燃點那個步驟 也都是省略了沒有做到的 究竟它是沒有能力去燃點啊 還是它有能力燃點 不過它原來當時的機身那個方向都是 不能夠有效地控制到啊 所以它索性就不做了 免得搞我這件事啊 就是是什麼原因呢 這裡就要留待那個SpaceX那邊 再進一步的公佈了 所以呢 你會發覺主要的兩大問題都是和它 就是無論是Booster 或者是那個Starship前面和後面那一部分 重返的時候去調整它的狀態 尋找它的位置那裡都是有一些的問題 是需要進一步去解決的 那麼現在就看看未來呢 日內就是英文媒體 尤其是SpaceX官方那裡 有沒有進一步的資料公佈 看看我猜得中猜得對不對 嗯 那所以我們就等 接下來的第四次呢 我相信Elon Musk應該都等不及了 應該等FAA那邊快速批的話 它接下來就是第四次的了 很快的了應該是第四次 因爲大家計一下 第一次是去年4月 第二次去年11月等了7個月 這次就由11月等到3月 其實都是4、5個月時間 那先前很多位卡的就是 地面上面那些環境問題那裡 那裡是沒有問題的了 搞正了 發射台那裡也是受損威程度是正常的 那些這樣的冷卻噴水那裡 非常的漂亮 繼續是正常運作 那所以在它的試飛那裡 那又沒有去 就是它如果這次 那麼近 尤其是Buster 那麼近地才來爆 又沒有弄爛了其他東西呢 那這裡 就是 希望沒有啦 因為 如果有的話 又有人要去 就是 要去 就是 要去 就是要去 所以我暫時預期就是說 就是 未來那個最大的障礙 都是在它克服到自己的技術 反而是 其他行政手續那裡 給它那個障礙呢 就隨著它已經累積了越來越多經驗 就似乎 那裡就 會 阻滯會少 那裡就 是啊 所以我們就都期待盡快 就是 如果你這樣計算 現在三月 很可能下一次 就是你說可能去到七月八月 甚至乎 會不會快到呢 可能六月就給你去做這一次呢 嗯 還有下一次會怎樣呢 就是究竟下一次的step 會不會到 我們說回 就是space ship 下來的那個姿態 形態有所改善 雖然都未必說 就是直接 就是一支筷子這樣下 但是會不會又做多了事情呢 我想都很期待的 所以就 下一次 大家都可以期待 那個第四次試射 SpaceX的情況 那我們看情況吧 看看會不會再加入陳博士的直播 好啊 是啊 到時可以看到這樣的城市 是啊 好啊 我這次都做得很累啊 整個三個小時 我真的 應該下次 加上時間 大家一起接力一下 會舒服很多 哈哈 會好些 是啊 好啊 好啊 這一節就到這裡了 大家記得幫忙訂閱 還有Like 包括大家方學生知道 還有軍目老虎 好 我們下一集的軍公開幕 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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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